安美的咒语挑战 下午整理书本是不是非常有趣呢 我能想出几千个更有趣的 真太重要了 我们要把它们藏起来 不能让潘百达的魔爪再次碰到这些咒语 咒语是通向其他世界的入口 归类到旅游书 旅游 它属于新的类比 它属于另一种旅游咒语 我就是在那儿找到它的 可聪明的人都会去找穿梭类比 是吗 固执的人才会 顽固是因为我们是对的 看 这是个进入冰世界的通道 要不我们先不整理书 去这个神奇的冰世界看一看 不行 火师说我们不能使用任何咒语 随便你 在闷得发疯之前 我必须离开 念咒语 换火车 冰世界为我打开 停上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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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 棚笼 哇 这么酷的地方来放松 做什么好呢 滑雪还是溜冰 嗯 念一个回去的咒语吧 我們还没收拾好书呢 回去的咒语 哪里找呢 你读咒语之前没有看吗 我怎么会知道 宝迪 你总是不用对的方式来做事 如果国师在这 他一定会赞同我的 安美 我这次不能犯同你了 做一件事 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方法 只要你能想到 我完全能想到 而且我的方法是最好的 你可以带我们回去吗 我希望我可以 离开这里的唯一方法 就是乘上下一趟火车 不然 你们就会永远被困在这里 下一站在几公里外 我们必须跟着轨道走 但是蜿蜒到什么地方 一定有一个更短的路程 我走我的路 固执的想法会阻止你看到真相 我看到的就是真相 或许这个能让你更容易理解 平静如水 流动如水 像水 时间快没了 我会在路上练习 来看这里 我们溜冰吧 宝迪 我们没有时间玩耍 我不是在玩 我在说火车 下一趟火车 快点 安美 这边来 跳 最棒的滑冰 我们必须马上离开 火车时速是每小时五十公里 滑翔机必须以六十八点三的角度 那是什么 这打烂了我的精算 安美 小心 我不保密 看招 这里 宝迪 宝迪 先停住 谢谢你 安美 宝迪 宝迪 水 水焰可以成冰 对 冰就是水 流动如水 漂亮 水焰 大刀 太刀了 努力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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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吗 赶得漂亮 耶 冰火车 我们赶不上了 冰之人鱼 放轻用不安美 打开看看 我怎么用伞追上火车呀 宝迪我懂了 上来宝迪 上车 一 呦 风雪破了 快点 我们能换到吗 没问题 哇 哇 好险 对不起 宝迪 我的固执差点把我们困在咒语里了 实在太可怕了 王积极面相 你学到了新功夫 获得一把魔法雨伞 开放思想去接受一切的可能 我想我做到了 为了庆祝我们成功回来 要不去林林的冰淇淋车吃点冰淇淋 冰淇淋 我饭前不吃甜食的 而且我五点前不会吃饭 还有 我又来了吗 那我要吃冰淇淋 嘿嘿嘿 像水一样灵活思考 不要像冰一样固执 不要像冰一样固执